飞机正在万米高空中巡航 突然 窗外闪起刺眼的红光 血淋淋的掌印 一个接一个 印在了窗上 而最前方的空姐 却一点都没有察觉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十分诡异 突然间 卡特惊醒过来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梦 周围瞬间恢复了正常 可下一秒 飞机又因为气流 开始剧烈颠簸起来 卡特连忙安慰女儿 但这时意外发生了 一个老头被颠簸 吓得突发心梗 所有机内的乘客们 连忙跑过来给老头急救 作为医生的卡特 给老头做了人工呼吸 老头成功醒了过来 可他的眼睛却诡异的 变成了白色 接着突然起身 拉着卡特说了一句 听不懂的话 卡特吓得直接后退 可还没缓过来 卡特又看到了更诡异的一幕 这时在众人的控制下 老头也停止了挣扎 空姐摸了一下她的脉搏 老头已经停止了呼吸 被这接连发生的离弃事情 给吓到的卡特 连忙跑到卫生间 吃下镇定药 就当卡特又回到座位时 身后又出现了 一个诡异的声音 并且还呼唤起她 可卡特走过去 却并没有看到任何人 回到座位后 隔壁的乘客小帅 关心地安慰起她 但卡特却闭上眼睛 并没有回应 女儿让小帅不要介意 妈妈肯定想起了 以前小时候 坐飞机出的事故 那起坠机事件 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一架即将失事的客机上 老婆婆嘴里念念有词 说着大家都听不懂的咒语 试图拯救这架飞机 很可惜她失败了 随着她的眼珠翻白 引擎一声轰炸 产生了巨大的火球 飞机高速砸向地面 但如此惨烈的空难 竟然还有生还者 她正是坐在老婆婆前坐的卡特 那年她只有7岁 转眼20年过去 女孩也长成了女人 这天卡特带着女儿 乘坐飞机和家人团聚 可就在刚刚一个老人 因为心梗突然去世 离世前的眼珠 竟然变成了白色 卡特对小帅说 他一直怀疑 之前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老巫婆 而刚才老头突然变异的样子 跟老巫婆简直一模一样 她肯定是又来了 可奇怪的是 小帅却说他们 并没有看到老头变异 还安慰卡特先休息 而这边西服男和帽子男 把老头的尸体安顿好后 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帽子男一坐下 就开始在本子上画起画来 诡异的是 他画的是西服男在座位上抽烟 而下一秒 西服男居然真的 拿出香烟就要点燃 卡特看到想要阻止 西服男根本不听 就在点着香烟的瞬间 火焰竟然诡异地窜了起来 西服男瞬间就被大火覆盖 紧接着火焰里竟然浮现出了 老巫婆的脸庞 卡特愤怒地质问他 到底想要干什么 可老巫婆并没有回应他 这时众人赶来扑灭了火焰 但遗憾的是 西服男已经死了 此时卡特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到 这一切的真相 他叫女儿乖乖听话等他 女儿把自己刚才 画的画给他看 画上正是他们所在的飞机 而他俩正坐在第19排的位置 但奇怪的是 这并不是卡特和女儿的位置 就在这时 卡特突然看见了 那个黑色身影 于是连忙跟了过去 当他走到最后一排时 早已死去的老头 竟然突然睁开了眼睛 一把抓向他 卡特被吓得 倒在了身后的座位上 下一秒无数双黑手出现 使劲抓住卡特的头 卡特看见这里正是19排 接着黑手瞬间消失 还没等卡特缓过来 黑色身影又一次 出现在机舱对面的门后 卡特知道真相 已经离他不远了 这架飞机竟然闹鬼 只见这名乘客 被无数双黑手 按道在座椅上 他不断挣扎 却始终无法挣脱 毫无可逃 另一边这个空姐 嘴里吐出源源不断的水 用手捂住都捂不住 水流的喷射 吓得乘客连连后退 空姐不断地吐水 随后倒地不起 身体还不断地抽搐 渐渐地他停止了呼吸 眼珠都变成了白色 再次看到白色眼珠的卡特 夏德拉着女儿 就往舱门走去 这时他看见帽子男 正在快速画着刚才那一幕 卡特直接抢过画册 发现帽子男 竟然还画了他之前 被鬼手抓住的场景 卡特质问男人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他会预知未来 或者他就是罪魁祸首 可接下来 帽子男竟然 直接化为了灰烬 崩溃的卡特连忙带着女儿离开 而小帅和空姐 却紧追不舍 劝他们不要过去 空姐刚要解释 就被一股力量给吸走了 小帅头上也流出了大量血液 然后倒在了地上 卡特强装镇定 最后终于撞开了舱门 但过来后卡特发现 竟然还是飞机的客舱 卡特不信邪 带着女儿再次走了过去 可根本没有变化 不知走了多久 那个黑影终于出现了 卡特朝他跑了过去 就在这时 时间突然开始放慢 老巫婆现身 说出了一切的真相 原来卡特小时候的飞机事故 并不是他导致的 他的确是在念咒语 但目的是为了 让卡特陷入沉睡 因为飞机即将失事 巫婆不愿让这么小的女孩 绝望地面对死亡 而在这个梦境里 卡特能体验 不能拥有的生活 现在卡特找到了她 他不能再让卡特 维持沉睡状态 卡特即将从这美好的梦境 苏醒过来 在梦境的最后时刻 卡特抱住他一想出来的女儿 不肯离去 可是女儿却让卡特不要担心 卡特想到那话上 他们正处于飞机的19排 而鬼手最后把他 拉倒在19排 也是在传递19排这个信息 下一秒 卡特苏醒 接下来他必须 争分多秒先找到妈妈 然后去往19排 而此时的飞机 已经开始急速下坠 舱门更是直接破碎 乘客们陷入了莫大的恐慌 一个空姐更是直接飞了出去 卡特艰难地找到妈妈 连忙带他去19排 可因为颠簸 妈妈的头直接撞在旁边 昏了过去 就在卡特绝望时 小帅出现 把他们扶到了19排 可下一秒 卡特看着小帅死去 只能悲伤地流出眼泪 而此时 所有的乘客无一幸存 最后飞机坠入了水中 最后一个空姐 也溺死在了水里 唯有坐在19排的 卡特和妈妈活了下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第19排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